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央山脉和台湾山脉的花东纵谷 是一条长达158公里的绿色走廊 一年四季各有不同风情 如果要规划一趟花东纵谷之旅 你会怎么去又会去哪儿玩呢 丢掉旅游书吧 放弃任何会冒烟的交通工具 跟着华轩用单车悠游花东纵谷的私房景点 第一站就从凤林开始 赶快先去找我的车友吧 今天天天超赞的耶 艳阳高照 非常棒 这是游花东纵谷最好的时刻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骑单车来游花东纵谷了 是的 好 那我们先来出发吧 今天那么急 我们要先坐完超 我们再出发 这样比较安全 对哦 因为它是运动伤害好不好 果然是专业的车队 就是刚才黑松教练跟我说 一定要先暖身对不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在出发前先暖身吧 OK 好 我们在这边 这边 大家集合咯 容我先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嫌暖身很麻烦 就兴冲冲地骑上单车 这样是很容易造成运动伤害的 而在暖身过后 记得检查自己的单车性能 是否正常在出发 好 各位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 好 加油 Go 教练 想问一下啊 像你们当初怎么发现 这条很漂亮的单车自行车道 当初啊 当初就是为了要避开台九县 这个车多嘛 怕影响到车友的安全 所以说我们就来个 在这个地方看紧 像我之前啊 真的有骑过台九县到花东来玩 我觉得哇 那沿途沙石色好多 然后你有时候啊 就是会骑得心惊胆跳 不过现在骑这条凤陵 环江自行车道 真的觉得超赞的 很悠闲对不对 很悠闲而且两房都是花海耶 两边的植物都很丰富 那这个呢 有菜花 有菜花 对 那那纸色的很像那个 纸花或香剂 纸花或香剂 那白色的呢 大花旋蜂草 所以 对 来这边骑单车 还可以顺便认识植物的生态 没有…没有错…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山 这就属于中央山脉 这个是中央山脉 右边 右边的 对 正前方看到一直延伸过去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海岸山脉 哇 超漂亮啊 所以整个那个花东纵谷的山景 在我们的眼前一览无遗耶 没错 这个就是车友的私房景点 每年12月中旬到农历春节期间 是花东纵谷地区稻田的休耕时间 农民会撒上油菜花 大发咸蜂草等种子 作为农田的绿肥 没想到却意外成了另一种视觉饗宴呢 走过像梦境一样的花海后 接着我们要造访凤林的名产工厂 不过在参观前 得先找到这里的super导览员 校长 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栋老房子啊 这是很值得大家看的地方啊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凤林校长梦工厂 校长梦工厂 怎么取那么特别的名字啊 因为很特别人家才会好奇啊 可是好奇怪 怎么梦工厂会跟校长有关联 有没有什么渊源啊 当时我们这个房子 已经快要塔掉了 因为它有纪念性的房子 对 塔掉很可惜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要抢救它 翻修 是 因此我们就找到一个特色 凤林这个地方移民来的时间很晚 地方上没有很好的特色 对 在没有特色中找特色 就找到说凤林出产了很多的校长 等一下 出产了很多校长 是 真的假的啊 有几位 凤林现在有一百多个校长 人口大概多少 一万两千人 比例很高耶 是 难道凤林人特别会念书吗 这个跟他的历史渊源有关 因为这个地方在台湾光复的初期 对 我们就设立了初衷 让很多没有书读的孩子 有到读书的机会 有到读书的机会 穷人就有翻身的机会 为了让后代子孙了解凤林先民们 在教育上所做的努力 众多凤林校长群心策略 设立了这座校长梦工厂 不仅保存了许多古老的学校器材 还有难得一见的老照片呢 因为我是参加人之一 你在哪里 这个吧 你是这个哦 因为这个脚踏车的行程 比起现在骑脚踏车的呢 还勇敢的都 他们在礼拜六下午出发 对 从凤林骑到长春池 然后从长春池 骑到花莲住宿 前程大约一百公里 骑着一种替免耶 是 所以现在的骑脚踏车的朋友 不要认为你们厉害 前人更厉害 因为他们骑的车子是没有变速的 没有变速的车子 能够在一天一个下午 骑一百公里 这是非常不容易 有没有看到 所以各位朋友 专业的车衣 不要认为你们很厉害 变速车 前人还是很厉害 哇 实在有够糗的 让七十三岁的校长这么一亏 我以后再也没有借口偷懒啦 即使岁月催人 殷廷的青年已成了白发老翁 但这些校长们不忘教育责任 退休后都会固定到梦工厂值班 为的就是传承专属于凤林人的骄傲 一百多个校长都曾经是一百多个孩子 在他们身上我真的看到 只要努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又该是启程的时候了 这回车友要带我去哪里呢 咦 铁马休息站 这是干嘛的 赶快跟去瞧瞧吧 嗨 我们在这边休息 这辣哥 这里不是豆奶工厂吗 对啊 刚刚你不是说谈很渴很渴吗 对啊 我就叫你来喝豆奶啊 这个是对车友友善的接待 凡是有骑车来这边 这个地方就为我们宝费这个豆奶的事 真的假的 对 在这边可以免费喝豆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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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也太棒了吧 光是看到这一瓶瓶的营养豆奶 我的口水都快滴下来了 那我来品尝看看直接好了 欢迎啊 这个西瓜 低醣的豆奶 对 低醣豆奶 这个对这个植物性蛋白 对身体非常好 对 这个豆奶我一喝下去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跟我一般印象不太一样 这更清爽 对 然后呢 就是有些豆奶喝起来 这个舌面上会黏黏的 对… 可是这个怎么那么顺口啊 我们这个完全不含仿佛剂 而且我们用纯豆来研磨的 我们不是有人用豆粉来泡的 豆粉泡的话常常就会 就好像沙沙的 口感就不会这么好 你不要看我们这小地方 我们这里的外销 大陆外销澳门的 民国49年就成立的 豆奶工厂 当初是为了改善国民健康而设置的 既环保又能强身健体的单车运动 恰巧和工厂的宗旨不谋而合 这里于是成了单车族最好的休息站 补充完体力之后 我和车友们决定一起去体验 当地特有的染布工艺DIY 哇 老师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染的图样吗 对 都是学员自己做的 好漂亮 它实用的工具就是用这些木板 木板条 就这么简单 所以用木板条 对 然后做出这个 对 这个全部都是 对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图案 这个图案只是一个圈圈 是大家都想不到的 就是用这个石头 真的假的 石头然后做成这样的 有一个石头 夹在这个布底 底下 对 然后拿橡皮筋 缠一缠 缠紧了以后煮出来 橡皮筋解开 那个缠住的地方留白 就是一个圈圈 原来染布是这样子 我们看到这个材料有石头 然后有这个 我们是冰棒的 对 咖啡棒 冰棒可以做花 还有筷子 筷子可以做线条 全部的图案 包括这个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除了花纹的形成方法 别具巧思之外 就连染色用的枝液 也是相当特别哦 因为老师为了兼顾 环保与健康 所有的枝液 都是采用工作室附近 自然掉落的植物 来加以调制而成的 十分聪明哦 骑单车我可以 做软步 有点困难度 不过好玩耶 真的 对 好玩 你会觉得说 骑一骑然后从花莲 这样子做一块自己 独一无二的 这个方巾或围巾 回去很有成就感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围在脖子上 对啊 而且还可以跟大家炫耀 这是我做的 你骑单车的时候 当头巾 很多人拿来当头巾 也可以 而且就是接触皮肤 是那种植物的 对 植物的 不是化学的 哇 好棒 单车族朋友们 不要再花钱 去买昂贵的头巾哦 记得下一次来到凤林 做一条环保健康 又专属于个人风格的头巾哦 做一条环保健的 不是化学的 做一条环保健康 是1条环保健的 是2条环保健的 很多人会选择 以单车的方式旅游 就是希望可以更贴近大自然 投诉地点不是露营区 就是民宿 不过您知道吗 在花莲寿风山 居然有一个置身在森林中的度假村 赶快跟着华轩一起去看看吧 来你们的这个度假村 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 好像跟一般的度假村不太一样 就还蛮原始自然的 对 我们度假村其实我们最大的特色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老树 而且这些树都是 全部都是从全台湾省各地 人家不要的 或是面临道路拓宽 或是面临要被砍伐 我们一一地把它拯救回来到这个位置 你是说我现在眼前所看到的 每一棵都是老树吗 对 我们一共一连度假村 我们拯救了大概三千多棵的树 来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 三千多棵的老树 从全台湾各地这样运来 对 没有错 都会太疯狂了 那这棵树为什么下面有一个 这么大的洞啊 这个洞是它的发生原因 真的是很奇特 它在它延伸地的时候 这个里面全部都被白蚁注满了 它的洞是这样而来的 对 它是被白蚁注满的 然后原先的主人就已经这棵树就已经放弃掉 因为他认为已经快要死掉 我们去看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起了 里面全部都是白蚁 然后我们就赶快跟主人协调说 这棵树可不可以送给我 因为我们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有树医生也有很专业的树的维护的人员 我们就把它抢救到这边来 然后你看这边我们就赶快请医生来把它做医治 你看现在它都虽然说已经被蛀掉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树皮已经慢慢长进来了 代表说它已经在慢慢的自己的 我们经过医生来医治以后 它自己会慢慢的痊愈回来这样子 在度假村中的每一棵老树 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正因为如此 这条林道走起来格外有亲切感 沈大哥说在这里和老树亲近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一种就是雪鸟一样哦 我们人通常一般我们都是生长在地球表面上 那你又没有想尝试过说 你可以既然可以像鸟一样 在树冠层上面去观察另外一个世界 你说人在树上 对没有错 嘿嘿沈大哥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那个丁杠无名声 鸟杠无出名的卫小猴啦 我什么都不会就是爬树最在行 手套安全扩管 安全帽一应俱全 大火等着桥路 待会上去的时候 你会用到的节会是第三个 所以你记住第三个 等一下下来的时候是要拉第三个节 对 那如果我下来 比如说拉到第四个不是第三个 会下不来吗 对 那我可能要把剪刀拿上去给你 自己剪 所以我就一定要记得 就是爬下树要第三个节 是 好 1 2 1 2 这树看起来不高 怎么爬起来这么费力啊 加油 我一定要成功 我已经到这个加东树的树顶了 而且你看到我摸得到它的树叶 还有它的枝干 果然从上往下望 看其他的老树啊 那感觉真的从由下往上看 完全不一样的视野 而且我们上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附生的植物 像山苏啊 然后如果你幸运的话 还可以看到鸟巢 那在这个度假村呢 它其实你这样一眼望去 全部都是一些很森林茂密的老树 然后你会觉得 这种爬树体验真的太战了 而且我现在真的有运动到 满头大汗 然后光这个爬树的体验呢 你就会感觉到全身都暖和起来了 教练 我这样子OK吧 很棒 但是现在要怎么下来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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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剪刀 不会吧 我人缘有这么差吗 教练 救救我吧 如果不喜欢刺激的体能挑战 那也没关系 因为度假村的活动可是多到不行呢 您可以选择在室内听歌 或者像我一样到户外放天灯 我今年的新年新月望已经写好了 上面写什么 大家看看台湾新动线收视长红 然后赚大钱 嘿嘿 重点来了 我的愿望就是赚大钱做一个干嘛呢 猛男三美 还有踢踢桃车 希望这个天灯燃燃身 碎空的时候呢 可以帮我实现这三个愿望 好害羞 看着天灯越飞越高 这样美丽温馨的夜晚 正好作为我今天完美的据点 明天还有更精彩的行程等着我呢 隔天一早沈大哥带着我前往 位于凤林乡的林田山 日剧时代这里曾因为伐木叶而兴盛一时 还有着小上海的称号 即使昔日繁华已退 仍有些林场退休员工住在此地 胡老师便是其中一人 我现在要跟着他一起走进时光隧道 第一站就是电影院 来 我先第一个给你们介绍 这个是我们的电影院放影机 这个放影机是当年 中山堂放电影的时候就买这两部 这两部差不多一个是20万块钱 那时候很大 那个钱很大 对 这座用块木打造而成的老建筑 是当时林田山社区的集会场所 举番毕业典礼或是放映电影 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已经73岁的胡老师说 中山堂就像是他们的精神寄托 一生所有的回忆都在这里 这椅子真的好特别 对啊 我讲这个椅子 是我们自己木工做的 叫Pinoki Pinoki是什么 扁薄 扁薄 但是它做了这个用卡榫的很耐用 你看它 哪里 这个地方 我看到了 有卡榫 卡榫的地方 所以它很坚固 你看 这个卡榫 卡榫 那它这样子 这个椅子已经几年了 坐几年了 民国40年代 我有中山堂就有这个椅子 那这个椅子呢 我们是按照顺序排 排六排 这一只按高低排 排到最后 大约我们可以坐200位 最高的地方 我们最后一排我们是坐在不是用坐的 用这样子 真的好酷 炖起来 炖起来 炖起来我们在有一种享受 是用那个鸡蛋 买鸡蛋 来吃 边吃边看电影 就是 这样好有feel 老师这样看电影很过瘾 说起而时回忆 胡老师的兴奋之情 逆于言表 就好像是孩子一样 当年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 胡老师5岁就来到灵田山 18岁就在灵场工作 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这里 好好的房子哦 这个宿舍是日本时代建的 日据时代就在了 那个上面 上面你看那个标志 是日本人他是看风水 是你的阶级多大 他这个就配给你这个宿舍 是从哪边 上面那个 上面那个标志 下面那个是空气通 就是通风的 这个是日本人建的特殊的房子 这个台风板是我们员工 这个公家发的这个 是这样用扁薄浸泡建的 这个是例如资产 每一家每一户你发多少 你如果退房子的话 公家要归还 要归房 所以它会有编号 就是比如说几块几块这样子 对对对 林田社区在全盛时期 聚集着四五百户人家 有学校 市场 还有蹦蹦车接送着来往的人群 好不热闹 而如今游人也只能从这些 仅存的日式房舍与文物 去拼凑出那段美好的山居岁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上一段节目中 华轩拜访了位于花东纵谷北端的凤林 美丽景致是不是让您感到惊艳呢 现在我要和车友们继续前往下一个 美丽小镇玉岭 我们过去如果要骑花东这一段的话 通常大家走的都是193线道或者是台九线 不过我今天跟着探索车队一起来骑 我发现到怎么不是骑193 是骑这个公路旁边的乡间小镜呢 这里是从瑞隧道玉里这一段的一个乡间小路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 两旁都是什么 已经今年春天的时候插秧的这个稻田 它现在已经长出这个绿芽 然后已经快要形成一片片稻浪了 好棒 我没有想到在这个花东粽谷里面 有这么棒的私房景点耶 直层在淳浦田径的农村小道 看着随风摇曳的稻浪 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在舒适 陈大哥说骑单车最高的境界是 不但有眼福还有口福哦 前面有一棵野桑胜哦 利 这边 我们可以停下来吃它一下 真的有耶 你看 熟得很多哦 陈大哥 你眼睛好尖哦 对啊 这个很特别哦 这些紫色的就是可以现吃的 商胜 对 商胜 这些紫色的可以现吃 再过去 直接上吃吗 直接吃 这已经要掉了 好甜哦 对啊 旁边也会有蜘蛛丝 它是鱼 嗯 它是鱼 好 好吃 所以啊 在骑车的时候 骑香天小路往往都有一些惊奇在 你看哦 这个 嘿 嘿 这个是鬼灯草耶 对 鬼灯草 嘿 你看 免费的飞镖 是啊 这个骑车的时候都有这种有趣的地方哦 可以吃商胜 因为可以玩哦 可以射飞镖 哇 我们找个带子 我们看到 直接就可以吃这个野生的商胜 然后还有玩这个鬼灯草的射飞镖 结果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乡间小路啊 大自然乐趣福始即逝哦 然后 太赞了 这样的悠闲呢 是你骑在这种省道上面所感受不到的 瞧大家不亦乐乎的模样 仿佛就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 随手采下的野果就是美食 而老是会黏着裤脚的鬼灯草 就是最好的娱乐 这种简单的快乐 真的好久不见了 小波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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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跟這個村裡的理事長 拜訪他們一下 看他們農賢的樣子 哈囉 大家好 嗨 教練 你好 教練好 謝謝 你好 聽說這裡是羅山有機村 對 那既然叫有機村 你們應該會有種一些東西對不對 對 我們主要是稻米為主 所以早期這裡是農家的生活 我們現在也是農家 很純樸的農家生活 然後我看到這些 你們在做斗粒對不對 斗粒 對 我記得好像家家戶戶 農夫他們好像農忙之餘 都會在做這個東西 對 就是因為貼補家用 我們羅山叫做荔架 荔架就是斗粒 為什麼這邊的斗粒特別有名 因為生產量可能比較多一點 對 這個很眼熟 這個不是我們 甲霸掌包掌 裡面那個葉子 對 所以現在是要幫這個斗粒 穿衣服嗎 對 請紗 可以 那妳拿的這個是什麼 真的 用縫的 對 這樣紅穿衣服 很費工 我們仔細看 仔細看 一定要來看看這個 有沒有 穿針引線然後把這些竹子的枝幹 跟這個葉片縫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要花多久時間 一定 要縫的時候 很快 很快 四五分鐘就可以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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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縫有什麼技巧嗎 要 妳看 它要看面上的蝦 比較漂亮的時候 就要放面上 它蝦的蝦 很漂亮 對 對 那做完是不是就像妳腳邊的這個 對 讓人約個鐵 好精緻喔 那這樣等一下如果騎單車騎大半下雨 這頂 就可以遮風避雨了 對 可以 曾經為羅山村民帶來豐厚受益的斗粒 在農業人口減少 以及這樣冒的發明下逐漸沒落 雖然需求量大不如從前 但阿公阿嬤每天還是會聚在一起做斗粒 不是為了錢 為了只是能將斗粒工藝繼續傳承下去 我希望是說 像我們這種傳統的手工藝 如果說妳今天放掉了 永遠就沒有了 妳今天就算說外面進來 如果改天沒有了 就永遠沒有了 所以我希望說 東西不一定要賣錢 妳把這個東西傳承下來 這才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只要肯學 年輕人肯學這些阿公阿嬤都很樂意來教就對了 對… 收到一半下雨了 真的 剛好帶 我們這個老人家真的很希望 能夠把這個手藝能夠傳承下去 這是我們老人家最大的心願 對啊 你看這頂從早期的兩塊錢 現在賣到一頂八十塊錢 然後呢 據說一體成型這樣做下來 一天頂多住六頂 六頂 對 一頂八十塊 給這些阿公阿嬤拍拍手 你看 好厲害喔 歡迎大家來留三個玩 耶 這群阿公阿嬤是不是很可愛呢 您知道嗎 平均年紀超過六十歲的他們 還有另一項豐公為業喔 全台灣第一個有機村 就是從這裡誕生的 現在很多的農民為了追求產量 他們會去撒農藥嘛 對… 那你當初怎麼樣 就是說大家有共同的共識 就是說乾脆都不要使用農藥 因為這個一定會有些農民的意見不一樣嘛 對…當初我們要推有機村的時候是政府 就是說我們收入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政府會補助我們 到後來就是我們一直大家的目標是說 這個有機的作物會比較多的那個經濟價值嘛 可能價錢比較高 到後來最近這幾年大家發覺是說 因為對身體有意義 因為以前如果一直撒農藥的話 你只要撒一次農藥 你必須要去釣點滴釣一次 所以大家也感覺到說 做這個有毒的對身體不好 所以就算這個價錢一樣 但是對身體比較有意義 地處於雅熱帶地區的台灣地下人稠 為了維持足夠的糧食 必須使用農藥來防治病蟲害 但是長期下來不只損害身體 也對土壤造成了無以彌補的傷害 樓山村的居民有見於此 自動自發的捨棄農藥 開始採用有機栽培 就這樣一戶船一戶成了有機村 我們現在要就是溫大哥 帶我們來看一個地方 因為樓山既然是有機村嘛 所以它這邊不管是稻米 或其他的作物 它都是要有機栽種 但是我們今天到底要看什麼呢 這個池姐是我們摘那個脆梅的時間 梅子喔 我已經在吃了 陳大哥 你怎麼這樣直接採用這個梅子 好吃好吃喔 哈囉 大哥你好 我們有人偷吃你的梅子耶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樓山青梅的栽培歷史可追溯到日治時期 這裡不但是花蓮最大的青梅產區 也是農民重要的營收來源之一 從每年三月底開始到四月底的採收期 是農民一年中最忙碌的時刻 嘿嘿 我們那個 樓山村的江大哥真的很大方 他說反正都可以蟲吃了嘛 所以我們這樣偶爾騎單車這邊逛 吃個幾顆無所謂吧 無所謂 好 有沒有聽到那聲音 好脆喔 好脆喔 可是 好酸好酸 可是很奇怪耶 你的脆梅啊 現在算酸不會色耶 不會啦 吃起來不色耶 好吃 好吃 好吃好吃 我還真的是第一次這樣邊採邊吃 完全不怕梅子是否有殘留農藥 其實有機作物吃的不只是健康 還有那一份來自於農民的愛心 告別的大哥 繼續我來到的是製作煙梅的農家 瞧瞧這煙梅到底是怎麼做的 剛看到你加鹽巴 現在是要怎麼樣去做這個剪刀 這樣 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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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你在那邊暖 要暖到這個梅子有變性 變性 變性 在這裡把它卡開 卡壁 再加糖 我看你的那個梅子出水了 沒有 這瀉的時候有出水 你要在那邊暖 暖到梅子有長時間 對 好 要再出一點 比較出一點 出一點 對 比較出一點 對 要比較出一點 暖的梅子有長時間 還可以 對 這樣你沒出一點就沒效了 這個手摸到那個鹽巴顆粒 手還會有點稍微痛痛的 對啊 這樣不夠大了嗎 不夠 這個 你的那個 要抹到這個皮有長時間 對 沒想到這菸莓不只需要體力 還需要耐力 那種刺痛的感覺 活像是螞蟻在搖手 我說大姐 你真的是好厲害啊 現在是說這個顏色可以 我們在阿嬤做 對 現在要來卡 卡 阿嬤卡 要用這個卡 這不是怕麻那種的主要嗎 對 那要怎麼樣 就是牙那個力道怎麼樣 對 這樣要這樣拆 這樣 這樣就可以 這樣子稍微 這樣不可以卡到太拌 有些裂痕就可以了 對 好 這個就是 不可以卡太拌 對 你卡出來 說一下就好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大姐說 菸莓需要兩次的工序 第一次用砂糖 第二次則是冰糖 這樣會讓菸莓看起來色澤光亮 總共需要費時五天 原本以為 可以用勞力換取美味的我 一聽到五天 心都涼了 為了不讓我失望 大姐居然拿出她的鴨香寶 阿姨 你的那個梅廚在哪裡 在這邊 你藏在這裡啊 對啊 給它蓋起來 對啊 給它蓋起來 為什麼要藏起來 對啊 不然你 我這裡都人出出肉 人家看到 走進去 阿姨心機很痛喔 把這個十年的好處 沒處就這樣藏起來 這個是 梅酒 極的梅酒 梅酒 對 梅酒 一樣 含這個八十年 我今天實在太有福氣了 一般客人來 阿姨是不請她喝這個 我剛才沒收到 沒停給你們喝 這已經也有十年了 阿姨你很大方 平常客人來 你應該不會很大方 請她喝這個 沒有人家來這邊 我第一次喝 對 你第一次 台灣心動性的主持人 真的很有福氣 從來沒有客人喝過 我是第一個客人 謝謝你 不會啦 不會 不客氣啦 好棒喔 雖然沒能吃到自己醃的梅子 卻換來大姐的成年好醋 真的是物超所知啊 建議大家來到羅山村 一定要來品嘗村民們 用心栽培出來的有機作物喔 沿著193縣道 在穿過玉里副禮之後 武漢車友進入了明文俠爾的車廂 池上浮駿自行車道 這滿山遍地的綠翼 真的是讓人心曠神意啊 哇 陳大哥 我第一次看到啊 農田的水菌是蓋在上面耶 對啊 為什麼那麼特別啊 簡單講就是讓那個水能夠 到更遠的地方去 然後延伸整個農田的灌溉面積 它作用是這樣 所以它蓋在下面 反而沒有辦法灌溉面積那麼大 它必須要用這個蓋在上面 把它拉遠是不是 對 拉到要去灌溉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簡單講它應該是叫做 延伸灌溉面積 原來浮駿的功能是這樣 因為我們騎這個池上自行車道 我們覺得 跟一般自行車道不太一樣 它是很開闊的視野 然後一片綠油油稻田 所以原來這個浮駿呢 是要讓這個水的 灌溉的水源 可以一路的延伸到後面那個農田嘛 好漂亮 而且很特別的景觀喔 提到的池上呢 大家一定會想到好吃的池上米 對不對 但是你們知道這池上米的由來嗎 我今天騎單車要拜訪 在地有名的米王林大哥囉 走 台東池上稻田的種植面積 約1400公頃 比起西部其他地方雖然小了許多 但這裡卻出產了最多的稻米達人 到底他們種好米的佩婆是甚麼呢 一起去看看吧 哈囉 林大哥 我來吃你的米了 小姐妳好 林大哥 我想問一下 大家想到慈上慈上就想到慈上米 那為什麼慈上米會這麼有名啊 好 第一點呢 你們自己有看到我們這自然的生態 自然的環境 它沒有零污染 它的水 水源頭 辛烏溪來的都是零污染的水源 所以在這產生產的 到底比哪裡都還要品質還要好 因為我們這裡呢 它是種古都像平原 它的那個躲油路 羅房少 它氣溫到晚上一降降到 很適合水到修練成長的溫度 所以說種在花東種古的稻米的話 它其實日夜溫差是比較大的 對 晚上的時候很冷 然後白天可能溫度就比較高一點 回高度差不多 所以好吃的稻米日夜溫差會比較大 才能夠種出好米喔 因為它是大自然 而且泥土呢 在這裡都是黑泥土 它的品質種起來一定Q 它時間又長 在普通水稻 在西度來講 第一期大概一台三十天 我們池上要多它一個月 一台五十天才能夠收工 所以它水稻時間長 品質怎麼樣都會抵哪裡好 林大哥說 現在陣縫插秧後的第五十一天 農民會在此時開始清理雜草 差不多說我要開始幫忙了 不過這麼大一片田 我到底該如何下手啊 我現在分配到責任這五牌對不對 一二三四五 對 然後呢 鎮的技巧就是這邊也可以出 這邊也可以出 然後我們就往天前地 對… 現在要尋找一些雜草 很清潔 原來有沒有看到 你的前面有紅紅的這個蛋 對 這個叫金稻草害蟲的蛋 對 所以順便給它拿掉 金稻草 可是我不敢拿 那個沒有啊 黏黏好玩 不敢 又發現了一株野草了 報告班長 進度現在在我責任放回去 已經有山豬野草了 這樣子我有盡責嗎 有 就是 該 手該做 但是做好呢 我們把它這樣轉起來 轉圓圓 轉圓圓 好 塞進去 直接塞進去 對 蓋起來 它墊了有機肥 哇 自然的有機肥 所以我也不用抓一大把 帶出去外面 直接塞進去裡面 對… 所以以後它自然有機肥 這樣子已經開始 原本夏天有點冷 現在已經開始冒汗了 我的家族在此上香 你的家族在此上香 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 哇 看到了沒 我的手跟腳全部都是那泥巴 可是呢 體驗了一日農夫之後呢 我更覺得每一粒米 真的是粒粒皆辛苦 而且我發現你們即使 再怎麼忙碌啊 再怎麼勞累 可是看到這個 稻米種得那麼漂亮 其實也很有成就感對不對 對 等到收割的時候 就會感覺一下說 一個成就感 雖然都市很富裕 但是過著很好的生活 很快樂的生活 我今天終於體驗到 池上米為什麼這麼有名 而且你們是用感情去種出 這樣的好吃的白米對不對 對 可是呢 要讓大家 多了解我們的農林的心聲 對啊 所以呢 下次吃飯的時候呢 要記得呢 每一粒米都不能浪費喔 結束了一日農夫體驗之後 我繼續跟著林大哥一起尋田 突然間有一個奇怪的招牌 吸引了我的目光 林大哥 上面怎麼會有你的名字 是 因為這個喔 在我們池上 你有參加過得過獎的人 他就會給你設計一個 休閒農業區的 讓你們去 認知說 池上哪一個農民 它很特色 有你們 當然行銷 我們池上也一樣的廣告 所以有得過獎的 就有這樣的待遇嗎 對… 你看直接林大哥的名字 電話 耕作心得 生產認證 得獎記錄 哇 全部都有耶 那前面那個是什麼 喔 它有的人類的 到這個休閒 配合說讓人家 能夠去光水稻的圓景 哇 好漂亮喔 要種出好米 靠天靠自己 不過要賣出好價格 時尚人有自己獨到的方式 不論是先前的WTO 或者是現在的ECBA 在很多農民大唱五米樂的同時呢 我們卻發現一個很不一樣的現象 就是在池上的農民 他們為什麼可以很快樂的 迎接這些衝擊跟挑戰呢 我今天就要找一位梁大哥 他會告訴我們答案 哈囉梁大哥 你好 哇 我今天一大早 跟著這個池上的農民去 這個怎麼打草 結果呢 他們竟然一邊打草一邊唱歌 還說呢 這個池上的米價一年比一年好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現在有很多就是農民 他們很關心的就是ECBA的問題 然後也擔心說 可能外來米會影響到台灣米 可是為什麼池上 每一年的米價都在攀升 它當然有一個基本的制度存在 池上米的制度 可以讓池上農民安身立命 那它的秘訣在哪裡呢 我問妳一個最簡單的 妳產品如果想要好價錢 要不要限量 就是妳數量要控管 然後品質呢 安全跟品質當然在所有的產品的要件之前 可是妳即使有安全有品質 妳當然最後一關才是控管數量 從民國90年池上的米廠和農民 成立了池上米共同品牌協會 不僅能確保稻米的品質 還能杜絕池上米的仿冒問題 而這間多利米故事館 正是由此協會在2008年所設立的 為的就是推廣本土的米食文化 而且還保存了許多古早農居喔 哇 妳看到這台大型的黏米雞 如果以這個人類的黏米來計算 它已經超過50歲了 梁大哥 那這台黏米雞啊 算是整個東部這邊唯一還能動的嗎 目前來講保養最好的應該是這一部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他們傳統的黏米廠 他們怎麼樣做這個黏米的動作 那我想請梁大哥示範 就是說它黏米的過程 首先要注意什麼 它這邊川流不許這個方向的話 我們講啊 這邊就是龍邊 龍邊就是 因為傳統的加工 它龍邊虎邊分得很清楚 左青龍右白虎 對 所以這邊是 一定要龍邊進虎 不能洋入虎口 絕對不能虎邊入虎 這個是換了大忌 好 哇 真的沒有想到黏米雞 居然還有這種禁忌 果真讓我上禮課呢 以前的米廠跟現在的米廠不一樣 對 以前米廠的業務主要就是幫農民加工 對 因為這種機器設備不是每家都有 對 所以說以前的米廠跟現在不太一樣 就是很多農戶集中他們的稻谷嗎 一次來做這個加工 對 然後加工完他們就分別就拿回去了 對 譬如說它早上就用牛車 再來這個武廠 真的是這樣 哇 它很壯觀 一頭一頭的牛這樣子 早上就是一堆人 加工都沒有很快 嗯 載個兩三包來 對 加工完 通通帶回去 哇 那時候天天這個機器 二十小時這樣子轉轉轉轉 這樣子 加工速度慢 所以說農家人通常會跪倒 所以說一般跪倒大家都 農家人都很好的都會留下來 大家一起吃午餐 吃飯飯就對了 譬如說以前的米和農民感情都很好 對 因為經常大家在一起吃飯 種完甜 撵完到 我的肚子開始告訴我 該是大旦池上飯包的時刻囉 飯包 飯包 好吃的飯包來了 坐來七十塊快來買喔 飯包 賺小吃飯包 嘿嘿 看到這樣的場景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這裡就是池上 池上最有名的是什麼呢 當然是池上便當啦 那池上便當 為什麼有名它的特色在哪裡呢 等一下 打開這個飯盒就知道囉 發現了嗎 飯包裡什麼都有 就是獨缺的青菜 這是因為以前花東幹線 一做就是十個鐘頭以上 為了避免青菜腐爛 影響用餐人的味覺和心情 所以駕鋼的吃上飯包 是沒有青菜的 池上現在不只有好米 還有很多好吃的米食品 供遊客品嘗 想知道是怎麼做成的嗎 嘿嘿 等我吃完再告訴你喔 哇 那個在池上旅遊 真的太幸福了 你不只可以吃到米飯 就是池上便當 你還可以吃到 用米做的一些副食品喔 你能夠想像嗎 這個是用米做的冰淇淋 在經過了十分鐘的等待之後呢 我終於可以吃它了 剛才我們那個放進去的洗飯 在經過冷凍之後 那口感還不錯耶 對 就不會像一般的米飯 直接下去那麼硬 對 還沒有進去打的時候 它的比較濃稠 會 吃起來比較濃 可是現在做成冰淇淋 把它吃起來結冰之後比較清爽 對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用米做的嗎 純米做的 用我們池上的有機米去做的 一個米蛋糕 這個有加麵粉嗎 沒有 完全沒有加麵粉 沒有用麵粉 然後可以發得這麼漂亮 對 我們利用蛋 這個有點像那個什麼 剛烤出來那個雞蛋糕 雞蛋糕 然後裡面很濕潤耶 好幸福喔 好幸福喔 而且我覺得 那種米的甜點超過我想像耶 就是 雖然低糖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你吃進去之後 還是有那種口齒流香的感覺 有 而且重點是 很濕潤 對 很濕潤 很綿密的感覺 很保濕 從花蓮到台東 我看到了許多美景 遇到了許多親切的人們 也看到花東的農民們 正用行動來呵護這塊土地 醫生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這是我的綠色奇蹟 我的零距離旅行 你呢 本包 本包 好吃的本包來了 整天七十顆冰來沒有 我的手跟腳全部都是辣米 第一次 台灣新動線的那個主持人 真的很有波激 從來沒有客人喝過 我是第一個客人喝 謝謝你 不會啦…不客氣啦 這個是鬼爭草耶 對 鬼爭草耶 猛男山北 還有TB跑車 希望這個天燈 燃燃燃燃燃空的時候呢 可以幫我實現這三個變望 好害羞喔 我已經到這個嘉東樹的樹頂了